我从小的时候我就记得他们打架 然后他打这把就不打了 就变成冷战了 冷战几十年嘛 然后慢慢地就成这样 然后我妈觉得 我爸对我妈目不关心 他为这个家 就把洗衣做饭也付出这么多年 然后你对我也是不管不问 然后回到家也不聊天 只谈生意上的事情 只有生意上的事情 聊别的什么事情都没有 就慢慢地由爱生恨 就变成那种仇恨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仇恨我爸 觉得他对吧 我这个家庭付出这么多 你居然看都不看我一眼 也不问我这也不问我那 也不问我虚弯温暖什么的 完全就把我当个用人一样 他的想法是这样 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这种想法 我们只是觉得他太唠叨了 太热根本的那种说了 你懂吗 明白 小郑你觉得 如果要让妈妈改变这样的说话方式 包括她的性格的这种特征 你觉得应该从哪里下手才有可能 他们之间是积怨已久 一直但我想话开也挺难的 现在双方都欠着我一样 然后一个人说你天天就知道吗 我天天我爸就觉得我天天干活对吧 你天天就知道吗 我天天就知道找调查找在找那 然后天天说话又是那种 都是那种咒骂咬牙切齿的那种 然后我爸觉得受不了 然后也不想跟他 也不想拿下来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你爱怎么样 爱什么爱干嘛 都行无所谓 不跟我身边就行了 然后我妈又觉得 你天天这样子对我完全对吧 不把我当媳妇 不把我当老婆 我为这家库出这么多 你也这样 你会感觉到 妈妈这样的性格特点 说话方式 与人相处的方式 是有着他们长期以来 两个人互相之间 各自都有问题才造成的 是这个意思吗 表象上看 是我妈的问题大一点 但实际上我觉得我爸的问题 起码都有30%到40%以上 我爸的心态 就是我是赚钱的大嫂对吧 然后你在家你洗一做饭 虽然也是负责 但没有我 没有我那么对吧 直接 他就有点那种高姿态 然后我妈本来就是他天生 可能有一点点那么小自卑 或者怎么样吧 心理上面会觉得 确实你是赚大了 我是出小力的 你说我更受不了了 你建议爸爸在日常 和妈妈相处当中 他应该要做到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一个平等 你不能摆出一副高姿态 还有什么 你首先你得正常的交流 起码要的吧 明白 然后必要的关心 也是要的吧 只有这样才能够 形成一个良心的循环 大家一起向更好的未来 那种进步吧 以前的事情 大家就不要说了 然后从现在开始 大家重新做人 好不好 四面高墙不是家 家是新银的归宿 子官 满的高姿态 你自己不觉得 你之所以会对他一大不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 当然我看的也可能比较片面 你说我高姿态 我就是这两年姿态是跟他 摆的是平姿态 这两年一上腿往上腿 我都是低姿态 都是把他逼在 对啊 你也是一年已久嘛 你也觉得你一年已久 他也就是他一年已久 那他到底是谁说出来呢 儿子的问话质地有声 而始终都把自己放在 受害者位置上的郑先生 恐怕也没有料到 儿子最终会将问题的矛头 指向自己 所以在儿子挂断电话之后 他随即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我感觉我好像没做错什么 那么他们之间的问题 到底出在谁的身上呢 心里老师李扬认为 是郑介正没有用心 去看懂妻子的性格 马上那两位当事人 我们的吴女士和我们的郑先生 我从这样一个话题开始谈起 丈夫的评价是 自从我看到他 对他父亲的那个行为之后 我就觉得对这个人完全失望了 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 你可能认为他就是个坏人 我从心理学的角度 帮你解读一下 郑女士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矛盾的行为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她确实说过这句话 她真的就是 舍不舍坏的头顶吗 我认为不是 你说的一句话 只要我们家里一来顾客 外面的人一来 她马上笑容都上脸了 她可能就是对我 她的父亲 家人是这样的 可见我们的吴女士 她的行为是分开的 那这种人 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 把它称之为杀亲型的性格 也就是说 谁和她亲 她对谁会有伤害 这源于我们吴女士 她的经历 而导致了她内心的一种模式 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 叫客体关系 在她右脸所形成的 她与外在打交道的关系 吴女士 她十岁母亲去世了 那一个十岁失去母亲的孩子 她在与世界打交道的时候 她的需要能得到回应吗 她要想让这个世界认可她 她怎么办 很简单 努力工作 让别人说我好 讨好别人 让别人说我好 这也就是你后来所谓的 工作狂的行动 因为没有人可以支持她 她除了自己工作 除了要努力 除了要迎合别人 她没有别的方式 你的一个体验就是 她特别好强 那用正向的事 就是她特别上进 她的这样一种模式 当然在那种没有物质 没有支持的年代 这是一个优秀的性格 所以你也说了 早年的时候不觉得是问题 但是这种性格 随着到了年龄长大 随着你们物质的积累 那她出现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她的这个 要跟外界搞好关系 努力工作 并不是发自于一个人的本性 而是外界强迫的 不得已的 所以在后来的时候 她可以在外面的人面前很客气 但是她为什么会在 丈夫 孩子 父亲面前 表现出那种暴躁的一面 原因很简单 她是把你们当成自己人了 她的行为确实伤到您 和她的父亲 甚至您的孩子了 但您真不能由此就认为 她是一个多么坏的人 她其实跟你一样 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 只不过是 她的表现方式跟你不一样 南方 你在外面干活 你的妻子没有去打牌吧 那倒是没有 那她会跟着别人 到外面去跳广场舞吗 那倒没有 但是我觉得现在 她会去喝酒喝茶吗 去跟别人聊天吗 那都没有 如果说 不是两夫妻共同努力 你能有今天吗 那倒没有 这个女人是个好女人 值得你珍惜 你知道吧 她的脾气可能是不好 你知道为什么脾气 会这么不好吗 她没有得到 应该得到的温暖 和关心体贴 那是你没有做好 假如说一个女人 嫁了老公 进入了婚姻 变得越来越温顺 脾气变得越来越好 那这个男的是OK的 因为她挑了大量 你听她说吗 她怀孕了 儿子快临盆的时候 才二十几天 马上就要生产了 那个时候 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停下不劳动 回到家里来生孩子 她整天要你喝水 她说你来了 她是端茶到水到床前 就差往嘴里灌了 就差掰开你嘴 往里灌了 你会差为什么 你不是说了吗 我生病就像割她的肉 你生病了 她有多么的心疼 你知道吗 她看到你大把大把的吃药 吃药就有三分毒 你身体从年轻来就不好 那她对你的关系 你变成了一种束缚 变成了一种控制 变成了一种 你要抗争 你疼过她 爱过她吗 你从来很少 感受到她的感受 她只说了 她爸爸那句话 你就觉得 我现在做好准备 准备离婚 你像一个孩子这样抱怨 你把她给忘啦 你把她给丢啦